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山自少年的时候就生活在国外 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 汲取了西方文明 而且化为了自己的性格品质 他眼界开阔 胆略过人 具有强烈的使命感 至于黄兴 黄兴是自幼从父宋习论语 熟读儒家的经典 还受老子思想的影响 黄兴注重实际 扎实缜密 也注重形式计划的客观性和可行性 少有理想主义色彩 这是他的性格特征 那么在辛亥革命期间流行着 孙氏理想 黄氏实行的说法 这两位性格差异巨大的合作伙伴 究竟有着怎样的交集呢 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 1903年的11月4号 在长沙西区的一户普通民宅里 有着一场酒会正在热烈地进行 这一天是黄兴30岁的生日 然而在这场兵主静欢的表象下面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国内第一个举起反清民主革命大旗的组织 华兴会 就在这生日酒会的掩护下 有了最初的雏形 一个月之前 1903年的10月5号 孙中山从日本再次来到潭香山 这是他第五次来到这个地方 也正是在这里 九年之前 孙中山成为了海外第一个协目的团体 新中会 虽也违隔切里 虽也两个不熟悉 但是孙中山在台下沙西区的新中会 后面在广东地去发解新中会的时候 庞兴并不晓得他们在搞这个新中会 你身上的名字都不晓得 但他在这个湖南京的这个华兴会 他从区民来说 你区民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进去中方 为了救护独争 孙中山的主要是在 他的活动地本呢 主要是在广东和华侨中间 庞兴的活动地本呢 主要是在墙江流域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危难时刻 王兴与比自己年长八岁的孙中山一样 选择了一条凶险伙侧的道路 两个革命的先驱者 一个在海外 一个在国内 坚持着各自的驱除大陆 复兴中华的原始地下 是九十一之二的 结果你各个都算了 中国的这块地板 是一个寡妇的狂交 中国这一日可以灭坊 黄兴就是修学在这个城市 看到这个民族危防非常严重 他觉得作为一个青年 应该用得起救护独人的责品 这里是黄兴的故居 黄兴原名整 后来改名为兴自克强 据说取的是心我中华 心我民族克服强暴的意思 黄兴从财后的革命声音中 我们发现他还有一种性格 他有 就是我们讲的了 他有激烈的一面 非常激烈的一面 有时候我们看到很沉稳 很冷清 很理智 但是他很偏激 很倔强 用我们回来来讲 就是脾气家 大麻 华兴会成立之后 黄兴变卖长沙的祖屋和农田 筹集革命资金 并多次在长沙等地筹备起义 1905年 又一次起义流程之后 黄兴不得不远走日本 同年7月下旬 结束在伦敦 巴黎等地 进行革命宣传的孙中山 也乘船到达东京 远未将对中国政局 产生重要影响的人 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孙中山到了日本以后 就问了 宫吉桃林和孙中山 是很好的朋友 是一个日本知识 就问了 现在有什么著名的革命党人 在东京没有 宫吉桃林 所以无论有一个叫做黄兴的 他现在在日本 要不要我叫他来见你 孙中山讲 他我就见他吧 还是 他为什么当时 乐器地想见黄兴呢 他是有两个原因 他是黄兴特别所具有的 一个就是黄兴 他在国内时间比较长 在国内求学的时间也比较长 那么他这个受传统教育 而且还中国秀才 这样一种学习经历 使得他跟当时才日本的这些游学生 很多是相似的 这种相似的经历 使得黄兴才日本游学生中 有很高的威望 而且这些留学生也把黄兴当成他们中间的一员 第二呢 黄兴才武汉 那才武昌 两湖学院求过学 那么这个求学 使得黄兴跟湖北 和两湖级的学生 接触特别多 而当时才日本的留学生中 以两湖级的人是特别多 革命分子中 两湖级的人是更多 这就决定了黄兴 是两湖级 或者讲是中国的 才日本的留学生中的一个代表 那么这两点 森林桑是不具备的 森林桑长期才好啊 他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影响是很小的 孙中山1895年就到过日本 建立了行众会 红兵分会 七年后离开日本 游历欧美 待到1905年再次返回日本时 孙中山充分认识到 留学生的革命价值 于是 自立于岁数君教黄兴为长的孙中山 主动探望黄兴 两人在寒暄过后 开始了不拘礼节的畅谈 孙中山先生和樊兴认识以后 就谈到了对世界的政局的变化 以及世界国体的各方面的情况 那么就感觉到中国非革命不可 两个人的认识是一致的 而且很投缘 所以就谈到了 那个时候孙中山就讲到 他的这个新宗会的 一个是讲到新宗会起义的事情 另外就讲到新宗会 这个起义时代 以及在国内当时的状况 那么黄兴也讲到了 他的华兴会的情况 一见与谷相见很晚 这样就商量了 从中山讲的是不是 就是要成立一个轴子 不然你那个时候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这样的话呢 凝合不起来 行不成一种力量 黄新来表示同意 孙中山黄新第一次见面之后一个月 1905年的8月20号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 而这一组织的核心骨干力量呢 都是来自孙中山创立的新中会 和黄新创立的华兴会 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这成为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 39岁的孙中山被任命为总领 而31岁的黄新则是担任执行部署 成为了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人物 他和孙中山张太炎制定了一整套的革命方略 作为指导革命党人在内地发动起义的 纲领性的文件 从此在未知的革命道路上 一个为革命摇旗呐喊 一个为革命冲锋陷阵 孙黄两人的名字紧密地相连了 他们默契地分配着各自不同的角色 同时也共同担负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 所以在同盟会成立的时候黄新地域里 同盟会的总领由孙中山来担任 不必经过选择 这样一提的 因为孙中山微信仲和黄新的地面 大家都同意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很清楚如果经过选举可能选不上 孙中山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原因 当时流日学生基本上是听黄新的 黄新在他们的威望中是最高的 孙中山没有接触 怎么会可能选孙中山呢 我们华新会虽然人数很多 影响也比较大 但是呢我们不一定要站在这个位置 因为孙中山呢 这个比他早革命十年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孙中山在海外跑的地方比较广 这个有他各个方便的这个人员和影响 所以黄新他应该清楚这一点 也看了这一点 所以说 县总理不必经过选举程序 直接推进三九三 干革命不一定要担这个领袖 是吧 我去次要的地位没有问题 在黄新的推举之下 孙中山的领导权威得以确立 在此后的两年间 孙中山扶东南亚各地 向华侨宣传革命和物极经费 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支部 而黄新则担负起了直接领导国内革命武装起义的中任 立即挫折 可谓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账 他非常能够 就是行动 富有行动能力 实际上很多硬仗都是他打的 所以能够在国内指挥活动能够组织武装起义 能够搞宣言 能够调动国民的 搞革命的 这些事都是黄新的 都是黄新的去的策划 但是他跟孙中山相谅了 也就是孙中山的建议一进了 1905年到1911年 六年间 黄新参与或者指挥了多次起义 在广西 在越南 在云南 在广东 黄新领导了一次又一次武装斗争 尤其是广州黄花港起义 黄新卸下绝点数 在战斗中右手受伤断去两指 所以我们看到 这整个的历史当中 黄新都是在第一线出生路死的 他不是在后面指挥的 黄新就有这样的一种性格 所以也就赢得了大量的人对他的尊敬 中山先生一生自诩十次革命 真正中山先生参加的只有一次 到场的只有一次 他常年一直做大事 去找钱 去联络华侨 去干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样的事情 但你反观黄新 那他的这个对于中国革命真正方略性的具体指导 那黄新鞠躬甚为 十次革命 黄新的领导了八次 其中的广州起义 他和他自己的儿子差点都死在那里 因此黄新呢 这个人呢 在中国的这个早期革命当中 那绝对是功劳太大了 而中山先生一直是属于遥控革命 历经了多年艰辛 感受到无尽的山重水负之后 革命的进程 在一个偶然的时间中突然有了领导花明的变化 1911年10月10号 武昌起爆发 18天后 作为同盟会在国内的主要领袖黄新抵达武汉 据说前线将士听到黄新来了 士气大涨 而远在美国的孙中山 两天之后就在街头的报纸上也得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 孙中山喜出望外 11月24号 在国内一再致电催促的情况下 孙中山乘船回国 但是正在1911年4月24 正在准备走至南京临时生活的时候 黄新得知孙中山马上要回国了 他说现在不能走至 他说如果现在孙中山还没有回国之缘 我抢心来走至南京临时生活 这样对孙先生不好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还是要等孙先生回来以后 再成立南京临时生活 孙中山没有回国 黄新完全有机会先成为临时大总统 这个机会是当时完全存在的 但黄新也不敢 黄新要等待孙中山从海外归来 这个是黄新性格当中的一个特点 他有配军意识 他不愿意越位 他觉得自己扮演这个角色是最恰当的 所以孙皇之间能够长期有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 跟黄新的这种性格主动的选择 是关系最大 革命最要紧的是团结 那么要团结却不要真民独立 不要为了个人权利 那么从这些过程来看 黄新他实际上始终有当革命咀嚼的这个机会 但是他每次都放弃了 所以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下面很难产生出一个带有很好的配决意识的人 配决意识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总是很匮乏很缺乏 黄新就是一个具有良好的配决意识的人 他愿意做孙中山的助手 愿意支持孙中山 1911年12月25号 在武昌起义爆发两个半月后 孙中山终于到达上海 黄新亲往无松口迎接 中山先生走下海轮的这个悬梯 掌声响起来 当时就谣传 中山先生带来无数款项 结果就记者啊什么当时的人就问 中山先生您带来什么了 中山先生呢还是保持平常那种革命家的演说家的那种气质 怎么说呢 我身上一文不明 今所带回者乃革命精神耳 当然现在后来一说好像你看 中山先生多么伟大 多么从容不迫 实际上呢 这这就他这句话还是体现了他孙大炮的 那个绰号的 跟那个绰号完全相符 就是说还是带了一张嘴 真正的革命家呢真正的踏踏实实 真正在国内 以命来搏革命的还是黄兴这种人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号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与黄兴这一对革命先锋的主角与推角 历经多年的磨难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指定黄兴为楼顿总长 这个楼顿 这个楼顿总长以外 还有参谋长 楼顿参谋长 这两个职务是最重要的 要黄兴来担任指定 所以说明黄兴和孙中山这个友谊 是非常深厚的 互相支持的 黄兴的声望 应该说对辛亥的那个时候 他在孙中山之上 在当时甚至在孙之上 孙黄是并练的 根据老同盟会会员的观察 同盟会成立之后 克强先生对于总理 毕恭毕敬 可谓一步一驱 以现有的史料来观察 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 没有人会怀疑孙中山和黄兴 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黄兴尊重孙中山的领导 甘当配角 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的观点 都是没有保留的附和赞同 而事实上孙中山和黄兴之间 既有生死与共的情谊 也有着分道扬镳的矛盾 这个矛盾爆发的 有时候还很激烈 孙中山也非常尊重黄兴的地位 这个可以看出孙皇的合作是 还是比较融洽的 孙皇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说 孙中山和黄兴没有矛盾 没有冲突 孙皇早在同盟会时期 因为孙中山为魏蕾的国旗样式 主张用清贴白日旗 黄兴认为不好看 认为要用紧致旗 那么他们之间有矛盾 为国旗的问题几乎要闹翻 两个人为了这个增值这个旗帜的问题 到了这个刷查幅的这一种 这种这种程度了 但是呢 他最后还是服从了孙中山 因为孙中山他毕竟是领袖 这是第一 第二呢也觉得了 这个为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两个人要增到这种程度 没有这种必要 黄兴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充分尊重孙中山 在此后 黄兴亲自指挥的历次军事行动中 都采用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清天白日起 这是辛亥革命之前 孙中山与黄兴最大的一次分歧 辛亥革命之后 两人之间更大的分歧产生了 1913年3月20号 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 在上海遭到暗杀 在如何应对这一案件的问题上 并肩携手共同战斗了八年的亲密伙伴 黄兴与孙中山 遭遇到了原则与理念上的重大考验 宋教仁发生以后呢 所以生活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来讲 有以前那种非常亲密那种关系的发生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也是逐渐的 为了孙中发生 他们处理问题 这是孙中山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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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列派认为法律不可靠 应以武力反员 黄兴与稳健牌认为 国民党人手中没有像样的武装 武力反员不现实 主张通过法律导员 而这都有脱离现实之处 又都受到现实的制约 在孙中山的一再坚持下 革命党人最终还是于1913年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最终二次革命迅速失败 孙中山与黄兴的关系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1913年革命失败以后 黄兴去了日本 这个山与孙也去了日本 黄兴去了日本 第一件事就去拜访山与孙 被山与孙 骂得狗鞋粪头 骂狗鞋碰土 那黄兴他是个装厚人 你骂去骂吧 他不作声 但是心里很不痛快 这个事情为日本有人公其隐藏知道了 所以公其隐藏就往来生皇之间进行调解 结果没有成功 那么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这个解铃还是与西临呢 还是生皇两个人呢 还在闹别扭 两个人脾气这个事都很酱 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是自己的错误 都不愿意是对方的错误 孙中山与黄兴 依然在二次革命失败的问题上纠缠不清 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自此之后 他们各自的拥护者互相攻击 矛盾越来越大 终于因为思想上的分歧 而导致了组织上的分化 83年上和黄兴更大的分歧 在哪里的 是中华革命党的建立 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分歧 孙中山的确来的一些总性型的革命党 八个党不要了 今天是中华革命党 而且的确了解一些 法治绝绝 加持中华革命党的行 一定要听我指费 只有我是领袖 你们都不行 只有我是开展 你们都是开展 你们都要服从我 一些在写中华革命党实施里面 要学习 孙中山的革命 黄兴是最反对 孙中山搞个人崇拜 和个人专制独裁的人 就算是被孙中山骂得狗血喷头之时 黄兴也能忍辱负重 而在专制独裁 与自由平等的思想 相冲突的时候 黄兴一改往西千和敦厚的态度 与孙中山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最后双方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黄兴拒不加入中华革命党 最终选择了悄然离开日本 远走美国 两个分析以后 私情 私交 革命友情能能存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孙中山能能把中华革命党的 协力的地位留给了黄兴 而期望黄兴回来辅助他 这一点就说明 孙中山还是非常相信黄兴的 当时黄兴他在美国写信给孙中山表达 要孙中山修改这些方面的时候 孙中山表示具体的情况下 他表示不再问党次 就不再问中国革命党的党次 黄兴他在美国他虽然不问 中国革命党的党次 但是他没有利息利得 也没有利益组织 他就明确要求美洲的华侨 把革命的款项直接会给孙中山 在原则上他是不可让步的 但是他始终不愿意自己来做头 不愿意自己来取代孙中山 保持孙中山的权威地位 领袖地位 这一点在很其他的这个历史人物当中 我们很难看到有同样的表现 就在孙中山与黄兴分别在日本和美国 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 国内的行政发生了巨变 1916年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在孙中山与蔡若等多次电报催促下 王兴从旧金山到达东京 与孙中山丁持前线 应该那些从开始解析起 他一直到皇亲去实施 尽管他中间有些矛盾 矛盾跟我们另外讲 但是始终会有一种革命的幼女 皇亲始终会和孙中山的威信 孙中山也一直不放心 所以他最可依靠你 所以这方面在近代史上 身份关系有矛盾 但是具体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多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同心搞革命 同心为了紧和总法 这个时下他们都是一致的 在孙中山与黄兴 焕然兵事后的三个月 黄兴因病去世 终年42岁 这里是湖南省岳渡山的云云峰 黄兴得格造于此 黄兴之死震动了当时的中国 关于他的生前生后事 当时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 或许张太炎首书的黄兴晚莲 最能说明他的一生 晚莲是这样写的 无功则无民国 有始必有私人 就说听闻黄兴去世的消息之后 孙中山立即发函海内外 哀告黄兴世事的消息 过去的复告都是由死者亲属发布 但是黄兴世事的复告 则是由孙中山单独署名发布 而且他还亲自主持丧礼 撰写记文和晚联 并且感叹后死何堪 从人格学的角度来看 孙中山是理想性人格 黄兴则是属于现实性人格 孙中山当然是领袖的了 黄兴偏重实干 而且孙中山容易激动 有时候特别爱幻想 黄兴则是更冷静更理智的 所以其实这两个人 属于典型的人格互补 好了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明天请继续收看孙中山与宋教人 三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